哈喽哈喽哈喽Kiss House Daily Lesson 433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6时7号星期二 然后我现在在中国大陆 然后还没有去 然后周末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移民葡萄牙的事情 然后今天来去说一些关于雅思复习的事情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雅思复习之前 哪四个热身问题对成绩影响最大 却总被忽视 然后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是因为很多学生在开始去准备雅思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今天还有一个一对一的学生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在整个备考的过程之中呢 学了什么和怎么学习 其实并不是决定你成绩的关键因素 最主要的是一些跟这个学了什么和怎么学习 没有关系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解一下这些没有关系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最好是在你考雅思之前就解决了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结束课之后的话 你就会可以知道这四个热身问题分别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问题才是你成功的决定因素 其实和你学了什么和怎么学 关系还不是那么能大 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来去讲解一下 本周的课程怎么样去帮你去掌握这些问题 对我们这周还会持续的去发的理 lesson 好雅思复习之前呢 有没有想过下面的四个问题 下面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分别这四个问题是什么 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mindset 实际上mindset英文的解释就是how you interpret something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考试的 比如说你有没有去想过是说 复习时间不够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太焦虑的时候会怎么办 你现在离考试还有两个星期了 你是觉得这个考试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特别特别沉重的包袱 还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会发现当你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考试 会对你最后整个的复习过程影响特别特别大 我们很多学生两个月之内 考到8777甚至更高分的学生 都是对于这个考试 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mindset 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 并不是把这个考试当作是一个天大的包袱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是 对了前两天论台还有一个学生跟我说 让我去讲讲这个考试心态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要讲讲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去想过 我们来讲第二个这边的案 机考和比试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适合机考还是比试 比如说我自己 我花了好长时间去分析 我真的就坐着试验了一天机考还是比试 我发现我还是适合考比试 因为我就是有考试紧张这个习惯 然后呢 你是不是那一种说随大波 你说大家都去考机考了 所以我也要去考机考 你是这样的学生吗 你看我这样就是 永远不动摇 大家考机考还是考比试 就是有没有去分析你自己的情况 然后第三个就是daily habits 你是不是特别清楚你每天学什么 几点学在什么地方学 就这个design这个habits特别特别重要 你会看到有好多学生刚开始的时候是脱产的 一天学那么七八个小时就坐在电脑前边这样看课计笔计学 但是你发现这一类的学生的话 过了几天生活里面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 他就全乱了 为什么 他这个habits 他这个投入太大了 这些habits没有办法去找回来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 怎么去把你每天都过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固定早上起来 几点钟起床 就是在我的房间里边坐听写 坐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下午的时候 我就是要去starbuck去学习 然后去学习什么什么什么内容 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这么一个固定的habits 而且让你已经感受到了 你每天都是有进步的 想想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设计这么一个habits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你离自己的目标到底有多远呢 好多学生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 你觉得你自己离你的目标太远了 你就会给你自己太多的时间 这个也会create stress的 为什么 你就会觉得说 我在六个月的时间 我都不上班都不挣钱 我们大部分都是上班挣钱的学生 时间长了你的经济压力就会受不了 而且你会觉得特别无聊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目标定的太早了 你就会说 他们都是三个月考过的 我肯定三个星期就可以考过了 当你没有考过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特别 stress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来去想一想 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些问题 才是你成功的关键 本周的课程怎么样去教会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indset mindset的意思就是 我刚才说的是 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考试的 我们现在来去简单分析一下 mindset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是我们的mindset 你把一件事情当做是怎么样的 去决定了你的行动 你的行动上面是create的这个results的 如果你把这个考试 比如说错误的mindset就是说 你把这个考试当成是一个 我经常会比喻就是脸上的一颗痘痘 你就一定要把这个痘给抠下去 然后的话呢 你就把它当做的是一个 一个东西在去hinder你的下一步了 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东西 再去empower你的下一个人生的目标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会变得特别特别stress 那你的behavior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了 你就没有办法踏踏实实的坐在这边 或者是说当你考不好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调整这个心态 最后你的results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一个正确的mindset 才是最最最主要的 也就是在考试 这个是在你整个复习之前 就需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下面是一些例子 就是会告诉你说 整个复习的过程之中 这个mindset有多重要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是自己来去清卖小金 你们有些学生认识他 但是几年前的学生 现在已经毕了 他当时复习是离截止日期 什么截止日期 就是他递交学校的那个成绩 他拿的是conditional offer 之前的两周 他拿到成绩没有考过 那个时候就已经快崩溃了 你们知道吗 因为他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他自己之前复习了 好长好长时间 都是自学的 最后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 才来报的课 然后的话 我们会发现前两周 已经来清卖了 都以为来清卖第一次会考过 但是我也跟他说 我说一般换成试的 第一次就考不过 结果他真的没考过 好 那个时候压力特别特别大了 但是我们很好的 去调整了这个压力 我帮他去调整一下压力 带他出去玩啊 然后让他不要想这个考试 就是做每天 我给留这个作业 只focus在一点上面 就是可以帮他快速提高的 这一项阅读 最后他用两周的时间 很快的去调整了心态 6.5到8分 最后他是学校都开学了 才就是开学那一天 递交这个成绩 然后学校就录取他了 然后那个成绩单 还是我 我现在想起来这个故事 都是有goosebumps 这种感觉 成绩单寄到我们家 然后是我给他scan过去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一切发生了就会 如果当初他没有那个调整 心态的过程的话 可能他就不会上那个学校 确实是这样 然后Michelle是这样 他是拿到成绩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调整 每门提高了一分 你们都知道Michelle是我们 意义考最高分的那个同学 实际上他第一次考试 说并没有考好 他考试877 6.5的成绩 和意义最高分还差太远了 而且他拿到成绩之后 自己只调整了三天的时间 然后我记得他说的一句话 特别重要 他说的是说呢 他说永远都不要把你的 下一次考试 当作是最后一次 很多学生经常说 老师我就要把我下一次考试 当成最后一次去准备 这样我才会全力以赴 越是这样的学生 越考不过 因为你给你自己的压力 就会太大了 你应该focus在考试之前 我怎么样去调整 所以他很好调整了这个心态 三天之后的考试 考的是98.5 两个7.5分 所以会看 每一门平均是提高了一分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 只能协作从6.5到7.5分 很多学生都会说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focus在去调整你的心态 出了什么问题 找什么问题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心态的主要性 下面Lily是特逗 Lily是我跟飞飞一起带的一个学生 然后她是第一个月上完口语 然后她给我们发邮件 她说老师我成绩出来 口语已经到8分了 但是因为她只报了一门的口语报分课 她听力没过 她听力考了一个7.5分 谁也没想到她听力会没过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已经没有事情了 但是我们又继续跟她去follow up 结果她出现了 考了两次都是7.5 然后呢 还有一次是6.5分 等于她连续三次都没有考过 然后呢 她又考了一次 还是4.5分 等于是考了是四次 还是没有过 但是她的心态就一直特别好 每次出现问题 马上给我们去reflect 然后马上去调整 然后最后她考到了8778 然后写作考一个7.5分 顺利和8778分手了 所以这就是心态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本周的课程的话 我们会跟你说一下呢 怎么样去调整这个心态 就是我会跟你去list一些 常见的错误的心态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些正确的心态 就是如何去调整的 主要都是从我们那些 已经考过的学生 已经调整过心态 学生身上去总结过的这些经验 然后希望肯定是可以帮到你们的 所以还没有关注我们YouTube频道同学的话 点击这个视频下面的小铃铛 去关注一下我们YouTube频道 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时间去获知下面一节课 我们除了YouTube频道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keyshouse.com的7天的免费课程 给大家分享了学习8878的保分的模板 尤其是写作我们分享了15个逻辑链和词组 怎么样去回答50个题的 每一个题都带你去套一下 口语怎么样 只用一个故事4个元一个月提高1分 最高可以提高到8分 所以还没有注册7天免费课的同学的话 一定要去注册一下 记得到论坛打卡 然后我们下面继续学习一下 机考和比试的重要性 好 为什么这个选择考试那么重要呢 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机考和比试 4个项目的难度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给你们做了一个表格 我们这周后面会单独路易节课 具体来去说这件事情 好 这个重点就是你会看到不同地区 实际上的机考和比试难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打了两个圈圈这个两个标志的就是说明呢 如果你在加拿大和美国考试的话 你的听力可能就是你更倾向于考比试的听力 拿的分数会更高一点 然后这周的时候我会具体的来去给你们讲解一下 然后呢我们还会跟你去分享怎么样 通过你分析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合适的类型 比如你需要去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 生活中是不是经常用电脑啊 然后你是不是有习惯性紧张像我这样的就不能考季考 就是不管我多希望我的写作可以考一个高分 我也不可以去考季考 然后你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考试目的都是拿这么高的分的 如果你就是想短期之内拿一个低分的话 有拿低分的策略 这些你都需要知道的啊 好 所以就是季考和比试的问题 并不仅仅是和你哪科好哪科不好相关 还和你原本你就有了一些优势和劣势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会单独录一节课 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所说那个daily habits 也就是你每天几点学习 在什么地方学习 学什么学多久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为什么 如果你当你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habits的时候 你就会会变成图片这样 每天都是就是go to school 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就是复习 然后呢上班 然后呢下班就会变得特别特别panic 太晚了吗 你就没有精力再去学习了 然后可能就会特别晚睡觉 然后也起不来 最后就会影响你每一天的事情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感觉到 你每天都是有进步的 所以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 合理的去调整 你什么时候做什么 在什么地方做 我们让自己每天都可以去感受到 这个successful momentum 是我们这一周后面会讲解的 那我们讲解的方法就是呢 我们会采访一下 一对一保分课的coach 然后去给你们分享一下他们是怎么为自己的学生去做计划的以及如何调整计划的 然后我们一般做计划说是经过了 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 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 最主要的是这个黄色reflection的过程 我们都会先给学生去计划 比如说你每天是几点学习 在什么地方学习 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initial的一个版本 只要后面他的生活里面出现问题 比如说我的学生前两天突然间去期末考试了 那我就会马上跟他一起去reflect 比如说还有一个学生第一次考试太紧张了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我们就会具体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我们是怎么去reflect来去帮这个学生去应对这些改变的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得上 好我们简单看一下 我是怎么帮一个学生去调整他自己的daily habits的 他是一个特别厌学的学生的Layla 然后特别特别小 然后他就是小嘛就喜欢玩微信 然后他跟我说说每次每天学习就是学一到两个小时 我第一季orientation的时候他跟我说的 但是后来我们帮他调整之后的话 他每天可以学到六个小时 后来实际上他是目前为止会带过的一个 提高最多的一个学生 他是四门都提高考到总分期 那我就想刚开始上orientation的时候 反正他也不爱学习我也不能逼他学习 那我说我们就劳一结合吧 他特别喜欢逛街 我说那你就出去逛街 那这样的话我们下午的时候就学了两个小时的雅思 然后呢又学了三个小时的雅思 结果发现呢我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会问他 因为这也算一个技能 他没有这个技能 我就会问他说你学了这些吗 他说还是没有办法学 然后呢我就给他搞了一个技能 叫做怎么样去降低手机的destruction 然后我们就设置了一个小的habits 就是你可以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 是一个闹钟 30分钟之后的话 闹钟响了以后出去看看手机 就是并不是说不看 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看 我不能强迫地不看这个手机 但是呢看完没有看了这个微信 然后像是一个reward一样 reward之后的话回去再学30分钟 这就是一个behavior design的一个过程 其实你有一个reward在这边 这样你才可以去take into action 然后结果过几天他跟我说这个 就真的学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后来这个学生特别特别好 越学越多越学越多 后来他写的作业你们都会很震撼 我们随便拿他一个作业 比如说写逻辑的作业啊 你们看看他写了多少逻辑 他是我教的所有学生里面写逻辑 第二多的学生 还有一个大哥比他写的更多 好你们会看 他每一个逻辑都写的这么这么清楚 看一下啊 然后这些逻辑都是他 而且全部都是按要求写的而且都是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完的 写的特别特别快 到后来他一天就学五六个小时了都不觉得累 所以就是你怎么样也给你自己去设计这么一个habits 可以让你越学越爱学而不是越学越厌学 这个实际上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 好下面我们来去说一下到底需要多久才可以考过 为什么这个也特别特别重要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如果你对于这个考试呢 没有一个正确的期待呢 就会出现下面这张图这个问题 当你的deadline变得很 如果你是一个合理的deadline 就是有一个合理的stress 你就会有一个optimal performance 但是当你的deadline变得很短的时候的话 太短了 好你就会出现下面这个问题 你的stress就会变得很高 刚才放反方向 stress就会变得很高 你的performance就会降低了 但是当你的deadline太长了 别人都两个月考过提高一分写作或者是口语 两个月肯定够了 但是你呢 把deadline弄成了四五个月了 你每天就去玩了 你没有这个intensity 导致了什么 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无聊 变得depression 然后呢 这样的时候你的performance就会降低 所以怎么样才可以有这么一个optimal的performance 就是你要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期待 那我们这周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不同类型的学生 不同基础的学生 不同复习时间的学生 都是需要多久的时间去考过的 我们会分成有国外生活经历和没有国外生活经历 脱产和不脱产的学生 这张图很重要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写作不同的六分都是不一样 你会看有的学生六分特别快就提高上来了 有的学生6.5或者是6分可能提高两个月才会提高上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错的点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就会教你去诊断一下你写作的问题 大概去预测一下你考过的时间 然后呢口语也是这样 尤其那些口语想考八分的学生的话 我们会带你通过这个表格去自己诊断一下你口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大概去预测一下你考到八分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最后就是问大家一个留言的小问题 我现在今天分享这个四个问题之中 这个四个问题更像是一些隐形的问题 在去它像一个隐形的手在去拽着你 但是你是看不到的 你觉得这四个问题哪一个对你的影响是最大 目前来讲哪一个对你影响最大的 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之前考8778的考了七次才考过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心态 然后第二大的你们可以去排个顺序 第二大是这个daily habits 我没有去create一个consistent habits 让从而不影响我的工作 不影响我的训练 我就是一会儿突然间一天很多时间去工作训练 一会儿突然间一天很多时间去学习 每天都是不稳定的 然后对于这个目标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期待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第一次就可以考过 就是米笑说的那个问题嘛 就是不要觉得你第一次就可以考过 但是我偏偏觉得我第一次就可以考过 然后给我自己的压力太大 我都没有去plan说假如我考不过会怎么办 我没有想又想考不过就脱产了 后来我的生活就全都乱套了 所以主要是这三个 机考和比试我还想得挺明白 所以希望你可以在下面去留言 去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也可以整个像我刚才去分析的那样 去分析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我可以帮你compens一下 最后通知大家一下 我们两三个月考过8774个78778 一对一的保分课的话 这个月还有五个名额 如果你只提高一门的话 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两到三门的话 就是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点击视频下面链接预定就可以了 或者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付费课程四个字 还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的同学去关注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亚斯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明天的课程见了